今天做金酱肉丝卷饼吃 借助这个菜 顺便分享一下铁锅炒肉丝 如何做到不粘锅 有干货 用的是猪里鸡肉 然后腌制肉丝分四步 首先加入葱姜水 黄酒毛毛盐抓到粘手 第二就是来一颗鸡蛋清 继续给它抓到发粘 第三放一勺的玉米淀粉 不用多 能够把水分锁住去行 第四用油封住 这样肉丝下锅好分开 我会用这一口法郎铁锅 给大家一个通用的操作方法演示 大火烧到锅冒烟之后 倒入炒菜一半样的油润锅 让它形成油膜 再把剩下的冷油倒进去 稍微降低一下锅里面的油温 接着把肉丝倒进去 先让肉丝定型后再划散 最大方法也就是 所谓的热锅冷油了 对炒肉丝豆腐 这种高淀粉高蛋白类的菜 非常好用 金酱肉丝的酱 就是三勺甜面酱 半勺老抽和一勺黄酒 白糖一大勺就够了 倒入锅里面用小火熬煮 让酱汁里面的糖焦糖化 放一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相比豆腐皮的吃法 我会更喜欢有韧静的面饼皮 金酱肉丝 土豆丝 香菜卷在一起 丰富还扎实的吃法 很爽的很过瘾